女生说自己脾气不好 我觉得你不是脾气不好 是你根本没把这个男生放在眼里 你压根没把它当回事 第二点 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情侣 也一定要有边界感 这样的一个词的概念 什么叫边界感 就是不做越界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条框 把我们这一对情侣约束在一起 女生做了很多越界的事情 在我看来 在男朋友眼里也是越界的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不感觉到 这个事情是越界而且不对的呢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 评判边界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看你做的这件事 有没有伤害到对方 如果这件事情 有伤害到对方的心 那这件事在你们恋爱当中 在你的恋爱过程 就是越界的事情 而且不要谈着恋爱 还要享受单身的自由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涂老师 你手上那个镯子戴了多久 ski 站住 再来 我让你复杂用 你 我打给你 谢谢 这就像 既然 我像 我没了 扶你 有一天 只能 是 我 我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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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